pulls 我是fashion boy 我不會飛 可是我很會 先boi 先boi 這種水超重 開箱 嘩 香 我真的很想给你们看里面 但是我很懒得拿过来 因为它其实摆得非常整齐 里面应该没有办法可以想像里面到底有多样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样来开 说到RIP Jeans 很久没有买过RIP Jeans了 这应该是不容三年后再次买RIP Jeans Holy shit 这个的洞 妈妈看了一个人堵懒 我好像不用试 我都已经知道在脚上什么感觉了 我记得我看图的时候它没有这样大的 我看中的其实是这个 一个脚下的拉链 所以最近这个Vipe Phone 就是有点头痛 这个Vipe Phone就让我想起了 可能在我56岁的时候 玩Kent of Fighter最狂的那段期间 那时候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做喇叭裤了 然后喇叭裤下面都是放这种这样的拉链的 所以又有点回到那个年代 所以现在的这个Vipe Phone 它的裤子除了喇叭型以外 其实它很多细节上都是拉链 或者是那个我们叫Buck楼 所以我就买 Anyway 不算很差 其实它surprise我是 它其实没有味道 有点surprise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件还算是OK的 我觉得穿起鞋子来还不太差 接下来是另外一条衣服 但是这条衣服 厉害了 漂亮的 拼接结构的这个年代 这种这样的单品是非常的不错的 主要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 洗水的部分不一样 然后它有不同的拼接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很艺术家的那种破气 所以我觉得这条裤子好像 不太适合五尺四寸半的人的腿 OMG 我的腿都只到这边了 不得我要去试一下 总的因为这条裤子我觉得它 是可以买的 因为价钱真的不贵 但是它比较麻烦就只有去修 修完过我觉得依然是很帅的 但是像我这样五尺四寸半的人 你就我劝你不要买 的原因是因为它下面是喇叭型的 然后喇叭型都不用紧 喇叭型裤子是最不适合买到太长的 因为你修了过后还是很奇怪 另外一点是在于它喇叭就算了 它这个积水的部分在非常的下面 所以如果我把它修了过后 这一段就变到我的脚底了 就变到很7分奇怪 但是如果你是高的 你有这种170以上的人可以买 我觉得蛮美的 其实细节上它是做到还OK的 另外我也是买了非常多的内打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这种内打 加上我看了这个青春永里还有创造因果 我发现到现在又回来了这种欧巴的穿搭feel 然后它的布置是蛮爽的 我觉得它的领的高度是刚刚好的 不会太高 不会太低 而且它这个厚度还行 不错 伸缩性还好 因为很多这种高领 你买了后你穿进头 其实非常的头痛 因为我头大所以很难出来 然后它整体上面它简单 但是不是单调 还有一个小小的个雷托 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件线条还有黑色的 那么我买白色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最近很流行 全白啊 cream white 或者是白色系的东西 也因为最近我想要做一些比较好像BTSV的穿搭 所以就可能偏米色系白色那个部分了 所以anyway我觉得这几件东西是好像蛮值得买的 然后这次我也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卫衣 诶是叫卫衣吗 Vest oh sorry 买了非常多的Vest 结果买了回来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大 如果你问我它宽地好不好 我觉得是蛮好的 而且没有臭味 我觉得买淘宝的衣服 我最怕的就是那个臭味的 那味道可能要洗非常久 洗两次以上它才会消掉 那这个马甲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搭配 现在非常流行T恤配马甲 Rather than 生产配马甲 所以我就买了非常多不同的韩系马甲回来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ok的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大啦 所以如果身材像我这样娇小的人呢 就可能不太适合买这个 因为它真的是有点太大 但不用警戒我非常多的马甲 我应该至少有四件马甲 哎呀 这个也是我蛮期待的 这样的话我讲了 我要做V的穿搭嘛 V就是很多这种巧克力米色白色的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件 颜色看起来是蛮帅的啦 我觉得里面配个米色 然后奶油色的衣服应该蛮好看的 然后我还蛮喜欢的细节 是旁边这个可以开 如果你们比较怕日的呢 就可以穿了T恤 然后里面就开着这个扭扣 就要放开它 有点放浪不及之来 又可以放风 我也买了另外一个 哎呀 这个有点小失望 因为非常的厚 我是看到那个卖家秀是非常的美的 那个男生穿起来 哇 超恐怕的 因为我看了很多这种 韩国恐怕的这个Instagram 我发现他们很喜欢这种 邮灵的马甲 好像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潮流 所以我就想尝试了 可是买到回来拿在手上 我拿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有点 有点像瘦衣 其实你懂什么是瘦衣吗 好像是瘦衣 哎呀 你懂我 哈哈哈哈 加上这个颜色哦 有点恐怖的东西 要试下来懂 所以我觉得这件哦 嗯 就是买家秀跟卖家秀 我就不太建议你们买啦 我觉得好像奇奇怪怪 可能或者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我穿起来好像有点像瘦衣 所以我是不建议买 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可以 carry到这件的话 就let's get it 哇 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啊 这东西拿在手 我就觉得有点太怪 因为它板筋太过硬啊 它感觉上就是这边很小 下面非常的大 所以有点像那种 七龙珠里面那个 赛亚人的那种战斗服啊 那个那个那个 看这个东西吧 你要把我做Effect放上去吗 两边 哈哈哈哈 Fuck 哇 这个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件 哇 超帅超帅 我第一眼看中它的时候 当然也是因为卖家秀 非常好看的 另外我看了它的细节图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 做工非常好啦 看起来整个很高级啦 很像Designer Brand之余 我觉得它那些银色的拉链 和扭扣的摆子的位置 非常的吸引我 只是拿在手上 我会觉得它的Quality 这个东西是有点韧的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flitz 来的 然后它外面这一层是 不透风的这种 windbreaker的那种布料 有的是vite风必备 唉 到了这件 还蛮期待这件东西 因为很多抖音博主 都有穿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买了 看起来到底是不是中草 还是巴草 Fuck 就非常讨厌这种 这样的texture的裤子 我非常非常讨厌它 很像睡觉裤 然后 这个拉链的配置 跟它的整条裤子的感觉 非常的不融合 这件裤子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穿在脚上 非常不合逻辑 而且显得非常奇怪 上面很硬很搭 然后下面就很短很窄 其实我不太明白 这个东西在后面的原因是 这个到底是什么鬼 另外一件vite风的裤子 What the fuck is this 再次证明了 套保上面真的是 很多新奇百怪的东西 可是有很多都很7的不靠谱 Fucking 塞不到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是 你看它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鬼 可以站在这边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瘦的 Fuck 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肥 不可以 你现在放点很好看 Fucking shit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鬼 哇 这是 这是玩什么 Lolita Lolita是吗 现在是大功夫 我只可以有一句话来形容这件衣裤子的构造 它就是整个概念方面真的是天马行空 但是真正的产品就是一切都是空 因为我整天都买淘宝了 然后整天有很多货要搬我们衣服的样本等等 所以从我的parking要上来这边是非常的浪费力的 所以我就突然给我在淘宝上面找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小tory非常好用 而且又非常的窮 我们来试下装过 再搬起来 整个搬坡真的太麻烦了 想想想要搬一个这样大的东西 哇 现在这样几方便啊 DAM 你看 我觉得蛮稳的其实 这个颜色真的太帅了 这时候会非常好 这时候可以带过来 可以运动 来到今天我最期待也是我等了很久的东西 你们绝对猜不到我买什么 我跟你讲 我今天买的这个衣服都不及我这个贵 我跟你讲 我永远很喜欢这种帽子的人 我很喜欢Michael Jackson 但是我觉得这个帽子也不约完完全全 因为Michael Jackson GD有买过类似这种帽子的 这个人叫我们帽子绅士帽 今天我买的这个帽子有一点不一样 看起来一样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就像这种是绅士帽 其实这个帽子是那种 美国的军人的帽子来的 军人或者是那个金探的帽子 哇 里面还有这个金探logo 这东西的做工非常的好 真的是 哇 听说它是手工做的 这个是我买的里面最贵的一顶 也是我最喜欢的那顶的颜色 但是大家看起来好像 什么感觉 我其实喜欢这种帽子非常久 我觉得有一年 Ferrell就把这种帽子传到非常红 而且它那个是这个顶 它好像肿起来的样子 特别高的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人随着年龄更加大了 过后加上现在社交媒体的关系 可能每个人的风格 拉来继续越来越一样 你就会开始寻求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你又不想要不一样 太过奇怪的 想要它舒适的来 但是又有点东西 所以我就在这段时间探索探索 就很想买这种帽子回来做搭配 因为你可以配一种比较好 那种看起来比较旧有texture的T-shirt 可以宽松的西装裤 或者是帆布的那种卡奇裤 然后再配一个New Balance的鞋子 或者是皮鞋 然后配一个这样的帽子 中间可能可以配一些明珠风的链啊 Goros啊 你懂 我觉得就很好看啦 其实我在Pinterest有看到这样子的搭配 可是好像也不太适合我会吧 可是我头发要再长一点 结果我最想要换发型好了 你们期待一下 或许有突然间放个苏银号的头发之外 或者是木村突赛的头发 而且就应该非常配这种这样的帽子 这个颜色呢 就有一点点令我小小的失望 因为我expect它是比较沙色的 不是这种好像Carpuccino的颜色 我比较expect它是Latte色 所以我觉得穿搭这种东西呢 就是要勇敢的去尝试 不一定要去跟着氏族的眼光 其实现在不管是Vipe风也好 Vintage风也好 High Piss也好 还有什么啊 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风 太多风了 在随着年代的这个变迁变化 其实每个风格的开始 取大家觉得好的部分来融会贯同 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 所以已经是没有什么风格的界限 我是这样觉得啦 所以不用太在意形式上的这些名词 反而我觉得可以用自己的逻辑 去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 这是我想讲的 所以我很常跟你们讲 其实我不太care一个东西的form 我比较appreciate它的aesthetic 最后这个就是你们常常问我的 鞋盒 哇哦 你们一直以来都问我这个鞋盒的东西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推荐你们 主要原因是因为 之前那个鞋盒真的是非常的烂 那么这一次 哎呀 这个鞋盒非常的好 而且是全白 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鞋盒它是细铁的 所以很好 哇 听到吗 而且它整个东西非常的稳固 其实重点是我喜欢这个鞋盒的原因 是因为它做工的好 它每一个角都非常的稳 而且它连这个盖都很稳 其实你拿鞋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哦 小小贴心的部分就是 其实这边它不是普通的那种printing 它其实是有吐起来的 所以它这个东西是还蛮不错的 它就不会脱色啦 最重要是整体的美观度很好 而且白色也不会那么容易肮脏 我再给你看什么叫不好 这个叫不好你看一拍就出来了 而且还是永远关不紧的 而且这个东西非常不好 因为它很割手 重点是这种黑色非常容易肮脏 看到吗 然后这些是永远对不准的 而且这个容量非常的矮 就是好像刚才我还算本来 它就肯定是放不进去而已 刚才这个我很讨厌的 每次你关不完的 要很大力 尤其是它旁边这边还会松 因为它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方法 不懂它什么逻辑 反正就是这样勾勾勾的按下去 好 anyway 其实这个鞋盒是可以不必买 是可以送的 那么我这次用的货运公司也是 我上一次还有上上一次用的是一样的 花香货运 那这一次呢 跟他们的配合 我就跟他们拿了一些好扛 是福利要发给你们的 首先就是这个鞋盒 这鞋盒可以不必买 只要你这次用的运费 超过1000人民币的话 它们就送你一组两个 或者可以top up 在他们这个花香货运的程序里面 可以 Top Up 1000 人民币 一样可以拿到两盒 除了 1000 有优惠以外 其实 500 人民币也是有优惠的 就是说了一个精美的蓝牙耳机 Zop Doubo 非常好 其实有时对我来讲 运费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最大的考量 我比较考量的是它的 Service 服务包装等等 我一般来说是不太会用淘宝的直运 主要原因是因为直运嘛 你有没有要求这样多 所以东西来的时候 可能这边 Care Map 那边 Care Map 这边 Lawn 这边换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像我们这种整天在很多不同的店铺 买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一次过寄回来的话 其实是便宜过你直运的 所以我就蛮推荐大家用 其实华香货运它的好处是在于 它不仅限于只可以买淘宝的东西 其实在中国任何的网购 你都可以用华香货运来把你的东西寄回来的 像我这些一般普货也好 敏感物体也好 东西等等等等 它们都可以把你寄回来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主要是 Swap up 我这个QR Code 一 Swap up 就进他们小程序 其实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上个影片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 那么这次我就不啰嗦啦 基本上跟你讲就是你 scan in 了 然后你在淘宝买的东西 店家发货了 就把这个单号 paste进这个小程序里面了 然后当你的货到了这个货场的话 就会通知你 如果你货全部到期了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拆包股 还是全部不要拆包股 盒子一起先买过来 就像我这样子 我是不拆包股的 全部盒子一次过先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还开箱 比较疗愈嘛 怎么anyway 这样每天这个鞋盒 那就模择虚了 那么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还记得分享是看个吧 是看了下个视频 也要记得点赞我的朋友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